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一个人也能好好地吃饭有多平满 既然坐了三个小时的心感先到了北路 同时怎么可能就只让我吃完关东煮就放我回去了呢 只有北路才有的猴黑鱼盖饭也是一定要吃的 早到一分钟都不行 还好附近有一家专门卖当地点心的老铺子 同时说这种点心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 怎么还长耳朵呢 别人家的点心里只有豆沙 这里的豆沙里还给你包了颗栗子进去 别人说做这种点心就是要手快 当然得快不然会烫伤 一开始我以为耳朵只是装饰 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为了裹海台用的 外面的皮脆脆的烤的 里面是一整颗栗子 最重要的是这个一点都不甜 终于让我们进来了 香香蟹 实价 它还不给你标价格 那就让同事来帮你们试探一下价格 撒了一层金箔的猴黑鱼盖饭 表面还有火给你烤了一下 好了等于没烤 这鱼肉喷到时候头就花了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油质 它不是那种让你发腻的那种油 油到刚刚好 恰到好处的那种油 还送了碗味增汤 我头都没有给你浪费 看看同事的香香蟹 我说里面怎么没肉呢 原来都给你挖出来了 哇这个蟹子好甜啊 一开始我以为店里只有两个人 或两个人以上的座位 后来才知道是我误会了 这里还有VIP包间 这个座位好好啊 一个人吃饭都不会尴尬 对着墙壁吃 还有个WiFi 还有一盏灯 4700